正见广播 少年时空 少年朋友你好 我是蠢子姐姐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 人生最大的悲剧 莫顾于穷其一生 努力去攀登成功的梯子 当爬到梯子的顶部时 才猛然发现 这个梯子靠在了一个错误的建筑上 这也就是说 人的选择能注定人自己的将来 可是人在谜中 因为看不到宇宙的真相 也看不到天理的表现形式 在面对矛盾与纷纷复杂的事情时 都会不由自主地 由着自己的观念喜好 所形成的对与错的认知 去判断是非与善恶 甚至去支配自己的行为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 有人会选择利己 有人会选择利他 有人会选择获取 有人会选择奉献 有人会选择外求 有人会选择内修等等等等 那么到底怎样的选择 才是最好的呢 我们来听一个故事 善良是最好的选择 古时候有个人叫陈琳 他的儿子在外玩耍时 不幸被人拐走了 悲痛欲绝的他 便卖了家中所有的家产 除了留下一些钱财 让妻子照顾母亲外 其余的钱都带在了身上 作为去寻找儿子的盘缠 有一天 他走到一条大河边 准备坐船过河时 发现河里有一艘船翻了 坐在船上的三十多个人 都掉进了水中 这些人除少数人会游水外 大部分人都不同水性 只得拼命在水中挣扎着 岸上虽然有很多会游水的人 却都不愿意下河去救人 看到这种情况 陈琳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 为寻找儿子 变卖家产的全部盘缠 作为救人的报酬 请求岸上会游水的人下河救人 等到落水的人都被救上来后 陈琳竟然在被救的人中 发现了自己丢失的儿子 和儿子现在的养父 原来那位养父因为没有儿子 就花钱从人贩子手中买下了儿子 并收养了他 儿子找到后仍然一直生活在养父家 长大后还娶了养父的女儿 陈琳家和孩子的养父两家成了亲家 看到儿子过得如此幸福美满 陈琳感到十分心满意足 少年朋友 我们回过头来想想 如果陈琳一门心思只为寻找自己的儿子 而不顾他人的死活 是不是反而害了他自己的儿子 所以啊 少年朋友 淳子姐姐在这里告诉你 人在关键时刻能想着别人 为别人着想 看上去是吃亏了 可不管怎样 最终总是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呢 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 善良才是最好的选择 也只有选择了善良 才会让我们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 好运连连 我们接着往下听 选择善良 他得了福报 东北某地区有一个公安局长 在1999年 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 曾经参与过迫害大法弟子 后来大法弟子给其讲真相告诉他 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家修炼大法 是指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 真善忍做好人的高德大法 他接受上级命令去迫害这样善良的修炼人 是违背道德良知的行为 是要遭天谴的 他只有立即停止对大法弟子行恶 并常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党团队组织 抹去被中共邪党欺骗发的毒誓 才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才能有未来 他明白了这些道理后 不但做了三退 而且再没有命令下属去绑架过大法弟子 自己平时看见大法弟子在发真相资料时 也装着没看见 有一次他去外地出差的途中 不幸出了车祸 车里的其他人全部遇难 只有他活了下来 只是肋骨骨折 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后就康复了 当大法弟子到医院去看望他时 他紧紧握住大法弟子的手说 我按照你们说的 天天承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九字真言 真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 大法慈悲 不计我的过往之过 谢谢法轮大法 谢谢你告诉我真相 这位公安局长 因为选择了善良 幸运地躲过了灭顶之灾 听到这些 或许有些少年朋友 心中不以为然 不觉得选择善良有多么重要 甚至还会抱着 无所谓的态度掉以轻心 其实啊 人不管选择什么 最终都将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而有些错误的选择 所带来的后果 不但让自己遭难 还会殃及家人 甚至还可能导致家破人亡 河北省成德市 成德大学原副校长 顾严凡 上大学时 得了一场大病 成了罗郭 在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 罗郭渐渐地变职了 他当时逢人就说 我炼法轮功 把罗郭炼没了 身体也炼好了 他的妻子看到他的变化后 也跟着他练起了法轮功 那段时间 他还曾到成德市各县 去寻回交流 他修炼法轮功的心得体会 没想到 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 利欲熏心的顾严凡 竟然为了个人利益 罔顾他在法轮功修炼中 得到益处的事实 违背道德良知 忘恩负义 为着良心说谎话 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 公开污蔑诽谤法轮功 并且还多次在媒体上 以所谓哲学家的头衔 发表文章攻击法轮功 积极充当中共恶党的喉舌 那段时间 他在媒体洪击一时 然而好景不长 随后不久 顾严凡就开始灾祸不断 不断旧病复发 而且本来已经值了的 被诱妥了 到了2002年 他唯一的儿子 因单位裁员 受了刺激 得了精神病 之后又不慎 坠楼摔死了 接着他的妻子 也因为儿子的死 造成了精神错乱 后来因为吃药过量 损坏了肾脏 不久也去世了 留下一身病痛的他 孤零零的一个人 住在成德大学的家属楼里 然而即便这样了 灾难还是不停地 降临在他身上 甚至他连走路不小心 脚摆一下都能骨折 要去医院打上钢板 因为病痛的原因 他整个腰也弯得 几乎成了90度 平时走路 拄着拐杖走几步 就要停下来 抬头看看周围 才能再走几步 旧病缠身 身无所谓的顾炎凡 在同事面前悔不当初 痛心疾首的长叹 你看 我选择跟党走 昧着良心污蔑诽谤法轮功 如今我家破人亡 这真是报应啊 听到这儿少年朋友 你还认为选择善良不重要吗 虽然在我们生命的长河中 面对繁杂的社会乱象 几乎处处是选择 时时有选择 可以说人生本就是一系列的选择过程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不管我们怎样去选择人生 都不能违背了天理与良知 因为真正判断 对与错的依据 就是天理良知 作为人来讲 我们正确的行为准则 就是顺应天理的对 和良知的善 只有这样的选择 才是真正正确的 好了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选择 愿所有的少年朋友 都能因为选择了善良 而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鸟儿选择了蓝天 描绘了自由的欧香 花儿选择了善言 装点了春天的芬芳 亲爱的朋友 你的选择是什么 你可曾济济的幻想 愿你选择 法轮大方 哪里才有真诚与善良 愿你选择 愿你选择 正义和良知 哪里才有未来和希望 愿你选择 神佛的忽悠 天国才是你 最早的故乡 故乡 故乡 少年朋友 今天的正见广播 少年时空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